船上已经有21人染病 其中19人是船员 两名是乘客 为了怕重蹈这个钻石公主号的复彻 现在美国当局正在掩拟停靠模式 将会寻找一处商业港口停靠 再对船上3500人进行检测 必要的话 接触最多乘客的船员们 将会在船上进行隔离 美军派出直升机空投新冠肺炎检测工具 这艘至尊公主号 4号出现首起新冠肺炎死亡案例 初步检测确认有21人染疫 其中19人是船员 两名乘客 消息出船长也透过广播 向乘客们解释目前状况 被困在船上的乘客人心惶惶 也很担心成为钻石公主号翻版 被隔离在船上 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下船 负责防疫的副总统彭斯表示 目前规划邮轮停靠在一处 非商业港口 美国国防部也正在挑选 合适的海军基地港口 要对船上的3500人进行检测 必要的话 接触最多乘客的船员们 将在船上进行隔离 目前已经检测数百位 高风险的船员及乘客 3500人要全数检测完毕 恐怕还得花上一些时间 但就在防疫团队 还在严拧隔离方案时 川普突然语出惊人 川普说希望乘客 在船上进行隔离 否则下船之后 恐怕将增加确诊病例 但他也说尊重防疫团队决定 这艘至尊公主号停靠后 会不会依循钻石公主号的 海上隔离模式 将是外界关注焦点 结束中综合